今天我们在赛前看的那哥们不知道是不是球探了 反正手里面拿着有那个报告 对 观众老师专门去探了一下球探 对吧 我首先拿了一个板 说随一个外国人穿着西装 在这个上海队主场带着一个表格来看球 这个就很有嫌疑 上海队现在是已经取得了五连胜 而且在这五连胜当中呢 他们的这个是这个成绩非常的好 先来看一下九十这边的首发 表现出色的代号 然后雪布 封键上面是刘征跟笨 然后王哲林 上海队过去五章比赛分别战胜了 应该是江苏 广州 山东 广沙以及宁波 取得了五连胜 而五连胜也是现在全联盟当中最长的连胜 跟梁静队是保持一样 而梁静队目前他们是78分 积极在联盟第一位 比上海队稍微多了8分 但是因为广沙最近在输球 所以慢慢的上海队的积分 如果能够把握住的话 他是有可能到前五甚至前四的高度了 对 但是今天这场球对于双方来说 真的是一场顶两场 然后后面的比赛越来越少 大家都在为进入季后赛的排名 在做打算 然后第六名的一个位置 肯定是大家都想继续往上提一提的 然后两支球队成绩就差得很近 所以今天的话肯定是会全力以赴 甚至拿出几乎超过百分之百的力气来比赛 是 而且说实话青岛队本赛季前面的两场球 面对上海他们已经有了这种 在赛季交友技术上面的心理上面的优势 就看一看他们今天的整体的状态 而且今天青岛队是他们的新外园马尔科 差卡拉维奇一位大外园是今天已经报名了 郭继方也在名单当中 看刘维指导带队的这支青岛队今天客战动战 我们一直在说前面两次交手的青岛队球 那两场都是赛季很早期的一个阶段 然后双方的外园情况 这个国内球员情况现在都已经发生了变化 当时上海是费了眼儿 还没有培根 没有雪布 然后芳莱还打 然后青岛这边的话是还有摩尔特里 然后是鲍威尔 现在这个乌迪也来了 然后今天应该是新的大外园的首秀 看看是不是能带来一些变化 是 而且今天这个说实话 王正林跟杨阳森的队位 肯定是大家最喜欢看的 我就看杨阳森作为一位年轻的内线球员 而且已经打过国家队的比赛 他去面对联盟当中上赛季的MVP 也是在中锋位置上面最出色的人选之一 看看他本场比赛的状态表现怎么样 同时也期待 因为两个人都是将近20加持 杨阳森可能得分低一点 但是都是两双 是的 跳球出界 没能直接发动进攻 这不出球 上海的这两个小外园的攻击能力很强 每次我们在说比赛的时候都会提 然后但是主要还是以雪布来打开场 是 因为培根本三季就首发了一次 在防御线位置上面 青岛队的这个防守是非常严密的 青岛师对防守是学不出球以后不让接球 戴浩 戴浩这段时间很舒服 他已经连续两场比赛 过两场球都拿到了十分以上的得分 是职业生涯的第一次 对 这个给机会能抓住 是年轻队员非常好的一个特质 刘征 还是前场球 对 传球空间不大 是上海队整体不依赖三分球 然后如果有内线的冲击 如果有快攻的冲击 他们是绝不犹豫 对 上海队本赛季的快攻得分 应该是联盟第一 场队能拿18.5分 是一支非常擅长推攻防转换的球队 上下步 雪布好球 要是抛头打进 开局4比0 对 对于雪布的防守只能是提早做工作 然后除非是一个中锋在内线防他 一般锋线和他对位的话 他还是有力气把人扛开 制造一定空间 对 鲍威尔还是给到杨森 让他在湖顶蹭一球 对 两个5号的对位 但是没有选择进攻 没说戴昊这球跟得还不错 给了征球 这就是这个正面效应 你越打得好 整体的积极性就越高 对于球队的帮助也就越大 而且戴昊作为这个小个队员的话 他其实手臂比较长 然后防守的话如果是用上积极性 这边又断一个 是 雪布的抢断 反击面对鲍威尔 上篮没有打进 王正林的补篮也没有命中 篮板球自己拿到了 对 还有篮板球还有进攻 12秒组织一下 开局青少队两个失误了 而且刚才那个球也差一点 戴昊那个球也差点抢断 两个球 李永泉抛头并重 漂亮 对于上海队来说非常好的一个开局 一个是知道对手失误 然后能抢篮板球 再加上空切 对 但是看两个队呈现出来的状态 明显上海队现在的防守强度要更高一些 是 来了 跳投没有打进 也太可惜 王正林的第一球也是手感 哇 所以刚说雪布推的比较慢 但是还在看前面的机会 对 这球还是杨汉森出现在关键的位置上面 这球如果没断下来 大王反身就扣了 开局青少队的三次进攻都过了杨汉森的手 刚才那次是王正泽完成了跳投 大王 对 投得很坚决 哇 又一个进攻篮板 对 但这段时间上海的篮板保护得更好一些 好 这个球吹了 包卫尔推身犯规 是 上海这边也是给足了代号这个进攻的权力 刚才其他人就是简单挡一下 拉开看他自己的进攻表现 哎 这两人球队目前都有很多的这个年轻人涌现出来 尤其是青岛队 对 赛前我们看这个名单 也报名的12人名单 确实也是和以往比赛有一些区别 对 来 篮板球这回杨汉森保护下来了 青岛队首先要做的是完成一次完整的阵地战进攻 不要失误 这阳户没有挂上 再来一次 哇 速度是快 最后手上差了短了这一点 是 王正林的防守又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 反击雪佛第一时间还是想找人 给到 王正林 晃开 好球 这球的护头手做得非常到位 一个小勾手打阵了 对 这是上海队 也是王正林特别喜欢那个打法 快攻跟进 8比0的开局 大王已经是2分2板了 投篮是4中1 王正林本赛已经场景失变7分 将近20分了已经 杨森 第一次两个中锋的正面对位 对 杨汉森是有在三分线 这个先背对 然后用脚步过人的这个技术 是 这个已经面对其他很多队的中锋 用过这一个招数了 杨汉森在大个当中 应该算是空运技术比较出色的球员 是的 14秒的进攻时间 这已经三分钟了 千岛队还没有多分 对 上队依旧防得比较紧 刚才之后形成换防了 李弘权扑上去 包围还是投进了 这个三分钟 很关键 雪布这大幅度的体验勉强 雪布利用挡拆的脚步非常快 这球应该是千岛队没有碰到 所以给了后掌球 雪布第一时间是利用上下部假动作 已经把杨汉森给还起来了 再来看一眼 这是自己没逃进 他脚是不是有点跌着的那一天 包围再凸一个右手 好像连拿了五分啊 雪布 倒翻归 这球非常聪明 对 很有经验 这撞的一下 王绿泽胸口有点疼啊感觉 对 今天青岛队 不管内线外线跳的比较多 刚才大王打杨汉森也晃起来过 对吧 刚才上一个回合 雪布也是晃起过 内线球员这把外线也被晃起来 这一下撞的挺厉害 所以王绿泽跳的那一瞬间 已经感觉到自己被骗到了 所以立马收手了 但是还是撞到了 雪布第一发命中 雪布的本赛季场景也有16.3分 从得分来看呢 他是全队第三 这是不算冯来的情况下 冯来也是11分 对吧 还是 雪布的得分在球队里还是比较稳定的 三伐两中 这场看上海整体得分还是很顺利的 这个打了不到4分钟 10分已经得到了 哎 哎呦 这个突破了分球 王绿泽是站在稍微靠上面一点 罗导这球明显也比较着急 球队的真地战从开机到现在也只有鲍威尔那两次是完成了整体的进攻 这回又出现了失误 而且青岛现在在高压的防守下没有特别好的投篮机会 是 给到远端 刘仲直接出手了 其实没有打进了门球 鲍威尔抢下 对 试图打快 看看有没有机会 提前犯规了 对 鲍威尔这个一条龙胆打能力也是非常强的 是 这青岛队的转换也主要靠他来推进了 刘仲这次前采访的时候说球队的攻防体力慢慢形成了 也希望这更多年轻人能够站出来 确实上海队是这样一个良性循环 鲍威尔这球出来的时候再选择三分球打进了 对 这个人能力确实是需要格外的防守照顾 诶 场景25.5分的鲍威尔 本在地拿了个50加雪布 然后打进鲍威尔飞过来就抢下了一个篮球 对 这个自己回来防守还在跳起来抢篮板 这个队体能消耗也非常大 是 远一步 再来跳投 还真啊 对 这会儿手感火热啊 鲍威尔是一个人包揽了球队的得分 是直接反超比分 对 个人11分啊 相当于鲍威尔11比10上海 没错 上海队主要现在有段时间没得分了 刘征留底线再找人雪布 创造出来一个机会 但是底角三分没有打进了篮板球 应该是前场球 杨云森给碰住这个 对 这个挡拆完了以后 大王要 其实已经对他来说封的算比较高了 对的 基本上罩住脸了 但是鲍威尔这一下的话 其实有感觉确实非常好 鲍威尔主要他那个腿部力量确实好 三分球三中三点点 11分 好 这次没有选择投篮 还有7秒钟 全场队换人了 把基博拿上 招牌一下了 哇 好球 又是戴昊 镇头给到上海队的替不息 戴昊上一场是三投两中的3分 王瑞泽这次到篮架挑战到成犯规了 对 现在这个打快的时候 上海队对青岛队的防守不像半场就掐的那么紧 是 所以青岛队找着一些快攻的机会 刚才这也在底下附近王瑞泽一接头一看 前面的人没有跟上 立马就往篮下走了 就是比赛打到第一节快一半的时候 一上来强度上的那么大 会到了一个体能这个需要喘息一下的分水岭 对吧 随这个时候咬住牙的话 可能就继续留在场上的话 可能能把状态打出来 对的 王瑞泽刚才是拿到了本场比赛 除了鲍威尔之外的第一分 本赛的场均18点一分 反正面中率70.8% 13平 这个上海队这边得分最高的 就是现在持球的12号代号 22岁的队员 也是连续两场比赛得分上双了 再造一个 杨金萌 这也是先无球给雪布挡人 出来再挡拆 不停地在他身边 这个用队友的挡人 让他制造一些空间 是 雪布是 他真的太聪明了 在高强度的比赛 就没有 场上没有人比他打得更多了 而且你知道打了两个赛季的他对于CB的判法肯定也自己心里面有一把标尺 没错 诶 这球从中脱手了 最后自己还是把篮给放进了 林洪森 诶 杨汉森 这是利用脚步 但是最后王正林还是放下来了 大王今天篮下的护框效率还是比较高的 对 脚步打得不错 最后这个手没投进 赶在这边换成裴根要上了 赶在这边换成裴根要上了 上海这换下一个大杀器换成另一个大杀器 裴根他这个厉害的之处在他的效率实在是场均22.7分钟也是能得22分 全队最高分 这个确实是很难得 对面的鲍威尔是联盟得分的排第5位25分 但是每场要上30分钟以上 再分球 这是王正德的分球 杨汉森没有打进 这是汉森今天第二次出手 当不见为止 杨汉森在数据板上只有一个篮球 别人晃开 一脚刘征 三分再进 在这个11比10之后 上海队打了一个8比2 一圈 是 这四次才是打阵了 最后是他打阵了 对 让像这个能力这么强的外援的话实际上需要提早做功课 冲起来的话在内线这个站的篮筐比较近阵距离很难防 对了 再给王哲林 这球杨汉森的封盖 杨汉森本赛季的这个封盖 效率和这个犯规率都是不错的 这球面的大王又没有打阵 对 今天感觉这个目前开始 目前开场这段时间运势不站在杨汉森这里 是 手感不是特别的好 篮下没有打进篮板球 自己再补王哲林还是没放进啊 有点可惜 大王 哇 球迷这叫得很响啊 觉得很可惜 这几个球连续起跳 对于大王来说也确实有点难度 而且该说不说啊 这个就刚才这个回合 戴浩这个球分的是不错的 是的 杨汉森的这个防守的反应 那个这个力量很快 哎 杨汉森换下了 替补内线 欧俊轩换上 这刘维之导也是立马在汉森下场之后呢 交代了两句 对 第一节上来这段时间状态没有 直接调整回来 但是这可以理解了 毕竟是客场作战 进攻篮板球6比1 上海队抢的比较多 防守篮板6比4 这两个队有个特点 就是他们的防守篮板球 都在联盟当中排名前三位 上海防守篮板第二 前倒第一 对抗之后上篮没有打击 这个球又是带浩给防下来了 陪根一个体现变相 前掌球 刚才那次换人是把杨汉森也要拿上 杨汉森是今年打的那个新秀赛 哎 打得不错 是 就是一年级的算是老大了有点想 划出来在手地手 是 跟杨汉森手一手 哦 这个跳投很难啊 对 去篮框比较近 但是这个转身跳起来 这个动作是比较难的 是 有过来之后 刚拔 这个球选择绕眼护去防 鲍威尔的手感太好了今天 对 一点空间都不能放 是 就这个状态鲍威尔第一阶 估计是要打满 鲍威尔个人是16分 青岛队其他人没有任何一个人得分 只有王里泽拿两分 对 而且培根因为刚上不久 他这个投篮的手感 还没有完全热开 不是投得很坚决 所以看看其他队友的表现 哎 话说之间 刘征连续两次跳投也都没有命中 不断 刘征这个每次要断一下这个意识 是一直在时刻保持的 但凡有机会就伸手来一下 在第一阶前半段 两支球队是交替去手感好 但是青岛队这边其实没有其他人 只有鲍威尔自己 没错 再来又是跳投 颜柯菲逼上来了 这球终于偷丢了 哇 报告今天手感实在是太好了 连续导人 拉开 又让培根试试自己看看能不能行 是 对 协防到位了 传出去 刘征杜伯到篮下 哎呦 这个球身后是欧敬炫 盖掉之后颜柯菲的补扣 这个回合 大家基本上都在防 不是自己位置的人 然后互相轮转 最后抓住机会 是 这次的防守其实也不错了 进攻端做得更好一点 华洁则在分成 但是在这个位置 你算的变成率不是特别高啊 对 现在这个上海对鲍威尔的防守 也是堵得比较凶啊 对抗时候法翔上篮打进 这片球场到底哪个区域 不是鲍威尔得分的点啊 是 鲍威尔这个状态今天开得非常早啊 培根上来之后也是想干嘛 没有打击的篮板球拿到上反篮命中了 李鸿泉 也能看出来李鸿泉这个力量练得是不错 身高差不多 直接把人给挤开 是 作为一个四号位的队员 李鸿泉在这个身高之下 他的移动是成为自己的优势 还有中间 哇 鲍威尔对抗再上 哇 又进了 但是这球 哇 倒地的这一下是不是 坐骨有点摔到了 有到有点激动这边 刚才这个球可能是想要2加1的 看一下鲍威尔怎么样 对 我们的解说其实正好在这个篮架旁边 感觉鲍威尔刚才摔了一下 我这有点正感 对 这个 再看一下 肯定有身体接触 看到有没有 这个确实是对抗完了以后失去重心了 所以等于说有可能是腿扬起来以后屁股落地 这一下这个挺吓人的 对 自己走回替补齐了 刘导立马上去接了个掌 鲍威尔第一天拿到20分 3分9 5中4 2分9也是5中4 哇 单集20加呀 他一个人占了球队20分的得分 总共22分 是 现在下场了 包括梁汉森也不在场上 对 他青岛队的年轻球员 需要多站出来才能继续 包卫回更衣室了 好 现在是把穆迪给拿上来了 培根 来回之后再急停急起的 这个中距离打净了 对 这就上场投了几次以后 把感觉找到了 是 我还记得培根刚才上海队的时候 其实状态那两场也不好 但是后来确实慢慢打出来了 效率很高 处底 谢谢阳梦菲到上线 再转移 没有打进 培根干拔的三分球 还是没有命中 对 没能去上 这球打脚伤了 而且是身前 没有看到球的赵家义 太可惜了 但是这个确实展现了 当上海队投丢之后 他们究竟反抢的能力 上海上刘正清 刘正清是不是刚刚过完生日 我记得 好像是的 应该就是昨天 十五号 好一个边界球战术 拿出来两个人是要给培根挡一下吗 自己弹出来接培根在下面要 哇 今天清早队已经四个失误 上海队是一个失误都没有 单打 往底线打 赵家义在封键当中 他的身体首先臂展够长 身高够高 再加上他的脚步是有一定优势 防守的这个笼罩面积比较大 对 这次没有回表 还剩2.4秒 还剩2.4秒 对 这次没有回表 还剩2.4秒 对 这次没有回表 还剩2.4秒 这是吹了个季范啊 直接罚球了 哦 莫迪没发现 今天上海队是15个篮板球 而且其中有8个是前场篮板 这让他们多了20 多了11次的出手机会 但是他们只投进了10球 只有37%的命中率 所以现在比分还是只领先2分 培根强强出手 这个球确实太难 延峰飞顶开了 篮板球 对 没有吹罚 然后继续打 再来外线远头 没有命中 对 有点大 这段时间大家抢的 有点冲着起来 有点乱 对的 包装军事最后 是保护下篮的球 外线远头 没有工作 这边都换人了 反面都换人了 把李鸿泉给拿下 让大威上 帮上发球 刘子鹏来持久 球还是交给培根 让他来处理 党拆完了以后没有好机会一打一 人过掉 这个球过招 过得很干净 篮下 顶着对抗打正了 对 这种鞋防上的比较慢的防守 对培根来说的话就非常舒服 是 培根今天是4分5中2 对 每一次运球 每一次跨步正好过到一个人 机会不是特别好 最后给到第一脚强投了 这个球太难了 还有10秒钟的时间 其实可以再继续往下跑一跑 对的 刚刚投篮的是郭其芳 也是来自于 奥家已经打进了 培根 球爬了进去 这一球真是给人主场了 在选步下场之后 培根是凭借哥能力 这段时间是把比分给拉开了 有点进入到了暂停 对 青岛这边鲍威尔和杨汉森 都不在场上了以后 也陷入了一点得分的困难 是 三天要回来了 看看刘老这边换人不换 应该是没换 上海队也是保持热力 在天前的阵容 第一局现在马上打完啊 这个防守强度自然大 但是双方的伐篮并不是特别多 这个拜佛之后 球没运好 对 还有 在启动上反了 空间太小了 最后一攻了 对 直接投 哇 培根手感最有了现在 青岛这边感觉没有着急发球啊 应该还抓一次机会 球刚刚出来 没时间了 对 没有造成出手 那这样到上海队在 第一阶末端凭借着培根 个人的攻势 以及球队整理的防守 青岛是31比22 领先于青岛国境水产 对 青岛队还是跟麦克斯说的一样 就是在鲍威尔 有段时间受伤 然后呢在加盐杨森手感不好下场之后 整体的状态没有那么的好了 对 第一阶 最后的两分半时间 青岛没能得到分数 然后前面也说 这个对抗强度很大 但是投篮的犯规并不多 大家还尽量保持着这个很清醒的头脑 就是犯在 跑钢用在刀刃上 最后这个 加上那次计犯 两队一共加起来是7次法篮 而且第一阶比赛在篮球方面 明显是上海队场得更好 而且他们的进攻篮球要更多一点 他们的出手数有32次 而青岛队第一阶只有19次出手 黑根个人已经拿到了9分 是全队最高的一位 青岛队今天的其他球员感觉发挥的 没有太好的发挥啊 基本上 对 这是刘日导肯定在赶紧稳住军心 然后这个也希望 鲍威尔的伤势对他没有很大的影响 对 而且 应该是能看到在 第一阶还有两分半的时候 那会儿是22平 之后这青岛队再也没有得过分了 投篮面中率呢 青岛队41 青岛队是42% 对 投的差不多 三分球也差不多 这个看起来两队打快的效果会稍微明显一点 对的 然后外援单打效果好一些 第二阶比赛开始 我们来看看两次特特在第二阶的表现 第一阶31比20 上一队是保持领先 对 青岛这边杨汉山又回来了 嗯 好 培根对抗之后直接获得三分的机会再进 手段还是延续 目前来看一下赵嘉义去防 那个培根向我不是特别好 鲍威尔回来之后也抢一个没有打进了 三分球 对 穆迪目前好像三分球还没开是吧 穆迪在他替保尔上场之后呢 好像没怎么获得这个出手的机会 哎 两次投篮没进 14秒打一个底线球 目前青岛队的运动战进球数十中八 那八就是抱怨全投 是 我替球迷还有在现场可能的球探 这个说提个建议吧 杨汉森多拿着球盖一盖 对啊 攻一攻 是 哎 这球投了 看杨汉森折返跑了在这 哎呦 两个人追一个 还是造成了一点空间 闪开 本球还可能给到第一脚去 对 最后看看队友的机会 是 这是要出离的 杨汉森的进攻真是 球的轮转太舒服了看着 对 上海还是以培根为轴来发动 发动的 这个如果是包夹的比较厉害 协方比较厉害 就赶紧找到其他队友 对的 杨汉森在进攻端 怎么跟队友去连线 对 虽然穆迪一直没投进 但是这边防守可是真紧啊 然后这质量还是比较高的 分球给到第一脚了 赵嘉义的出手三分命中 好球 这是今天除了报卫之外 青岛队第一个运动战进球 还是交到培根手里 奉献挡完 内线挡两边一起 这个培根示意拉开啊 看看协防上来以后能不能继续打 应该说不说这个防守 有点像当时防哈登的时候 前后加军 哎 要出现失误 古迪今天的状态不是特别好呀 感觉 来 来 挡得很高 还是找队友 再回到陈根手里 穆迪来防 矮一头啊 是 还被挡住 哎 那是防守了 出现了失误 我看现场队的反击怎么样 抵抗之后球被切掉了 大V 不是穆迪今天在场上的 作用是 来看刘子鹏 哇 三分打正了 乘胜追击 对 现在看起来穆迪这个心态有点受影响 要准备换人了 这边他进了呢 不赶紧抓紧 抓紧这些拿着球往前传 对吧 拿着快攻 保卫啊 好 个人能力 哇 第一手长安再进 这个 这简直个人表演啊 对 云尼之别一上来 这个区别太明显了 22分的包围啊 对 看这边 这个青岛队能不能解决防守的问题 来 莱奉飞 提到防守线位置 哦 篮板球让培根拿到了 没有补进 哎 这次杨涵森保护了 对 受到了杨涵森防守的影响 对 第一传给的不错 对的 到前场 踩着三分线 头三分 没进 没进 哎呦 最近拿到了 扣篮歌手 这是杨涵森文章比赛的第一分 对 杨涵森这个 也是不惜体力啊 防守这边 防弯挡拆了以后 下顺补防 然后这边又快攻跟进 这对青岛队来说好消息 是他们现在其他人 开始满本多分了 哎 然后比分追进到 分差十分 两分四个篮本头 杨涵森今天是四投一中 有几个篮其实挺可惜的 没有上进 对 他和大王一样 大王用篮下有几次机会 也是没能打进去 要不然两个人的得分 都会再高一些 是啊 哎 王正麟回来了 对 但是现在已经打了快四分钟 等于说体力方面的话 应该王正麟有一些优势 好 换人防守还是贴着血布 不让他轻易接 哎 大王接得很深啊位置 对啊 篮下 篮下打进了 这球还是第一天让大威把空间拉开了 让杨涵森没有对上王正麟 高位走掩护这一刻 哇 顶开了大王 机会不是特别好 再回来 又是一高位掩护 分球给到侧翼 对王正麟的三分钟出手 这次还是没有打进 哎 雪布给到刘涵森 对 这个清早这边防雪布 下了很大功夫 对其他人稍微松了一些 对的 这球是刘老叫了暂停 这两边都是刘涵森 这一次的一会儿 全心的缘子 尽快要发动 这次是不合适的 一会儿到这时候 这次是不合适的 一会儿都会发动 在这次是不合适的 人是不合适的 公司的三大王 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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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放棄的狀況 我們已經穿上了 可以朝前面 來 曉雯跟曉雯一起 這邊沒有 好 谢谢 谢谢所有的三分 三天要回来了 今天上海队的得分 主要就是以培根为首拿了12分 其他人虽然没有得分上双 但是几乎都得分了 目前只有刘正清在场上没有得分 比较比赛的两分球 三分球 包括助攻和失误 都是上海队占据大优势 所以说青岛这边外援单干效率不错 但是出球出的比较少 其他队友抓住机会的面中率 也没有上海这么高 对 而且今天王瑞泽和穆迪两个人不准 加在一起7中0 这个确实不太应该 给到 这是一个报扣 来自于15号 杨汉森 对 其实青岛这边可以多打一打 这个鲍贝尔和杨汉森之间的挡拆 把这个15挡拆打好了以后效率是很高的 是 汉森这样一边拿死了 对吧 上海这边已经很熟的 王正林和雪布的挡拆也是一个道理 杨汉森那边还是选择放掉 王正林的三分球 王正林的三分球 球手地手 杨汉森给若策打无球掩护 是 让人放防 王正林的这个球 这球怎么吹 给了应该是前场 再来看鲍贝尔刚才就是掩护之后 夏顺的过程当中找到了汉森 再给 因为空间不大 被雪布盖掉 是 小哥盖掉了中锋 反击 一条龙之后再分球外线 李洪权的机会 现在三分没有打进 鲍贝尔保护下篮本周 好 鲍贝尔和梁汉森挡一下 造了犯规 这 这跟麦子说的 你就这个一五档拆威胁性绝对是最大的 现在 首先只用两个人来防的话 那肯定会被抓住机会 对吧 来协防的话再看看队友 刘宝知道 现在已经是带队来到了 打到的第六位 打完以后 对抗再上篮这周没有进 差了一点 还拿到了 再起2加1打进了 就是说只要大王和梁汉森 没有对战的时候 他们都能连续抢前两篮板 在篮下打这种球 这个大王冲出去了 对 因为主要鲍贝尔这个速度太快了 再加上他的终结太稳定了 所以大王必须得补上去防 对 实际上这一下难度很高 但是鲍贝尔也是差点把第一个篮上进 对 球迷队间还挺和谐的 对 青岛球迷和上海球迷 实际上已经打的这个阶段比较白日化了 这个第六名啊 这个都想着往上走一个 第六 第七 两个人 哎 杨森在第二节终于是找到了跟鲍贝尔之间的配合 加罚命中 九分球的分战 大王传的不错 对 感觉没太准备好 然后传的好像也不是特别正 是 自己攻 对抗 转身 霍奖票头没有打进啊 蓝盟球 摸出来之后 哎呦 双方抢的都很积极 是 三打二的机会 哎 赵嘉义 哎 跟进的上篮打进了 分差迫近到七分 青岛防守扩得比较大 好 学步接球了以后过来协防 再专给队友 再专给一条空啊 哎 迪赵有机会了 三分没有打进 蓝盘球 刘舟 最后地板球抢到之后 王正林要自己来了 面对杨森也没有打进 哎 应该是前段的 这两个内线 五号位现在篮下这个完全扛开 想单打都还比较吃力 对 两个人其实对对方的这个 防守下命中率都不高 哎 杨森跟季卓上了应该是 下了张嘉义和杨金萌 杨森上来也是为了跟选步 远球直接拔到篮下 哇 2加1打正啊 打得刚刚换上场的季卓 李鸿权本赛季李鸿权 李鸿权 李天荣加上戴浩 这都是在本赛季当中有过出色表现的队员 这都是在本赛季的机会 9分了 三个篮球 而且李鸿权打这个四号位的话 有优势就是他有空运和三分 包围尔往下跑 再兜出来 看找到谁 还是手递手交给他 再挡人 没有走这一次 抵在边墙之后 选择三分再进 包围尔又投进了三分球 哎 刘忠 在环上也进了 小时球这段时间的进攻上 都非常的不错 对 倾导这边 打了一个困难球回来了以后 防守的话还是有一点松 对 这边就是上海队就是全队 全面接兵 包围尔顶头再选择三分 造成了犯规 而青岛这边就是 他们的主要得分 就集中在这一位人 一个人身上 对 但是现在 这个包围尔 只要状态出来的是真难防 现在看这个分数 今天青岛如果想 如果想把这场球拼下来的话 还是防守上要再下一些功 对的 不管这个回来得分 得的都比较困难 但是回去又放人家对手得分的话 这个分是追不上的 26分的包围尔 还有两次罚球的机会 在现场看球就是好 能见到这个球员叫战术 雪布叫了一个牛角侧 好 Horns out 牛角外 分罚全中 给自己叫了一个到了半天 占牛角位置最后自己挂出来和大王打挡拆 大王没有下顺自己打 这球是算是一残球了 三分战了 好 再拉开三秒钟了 时间不多 雪布有机会 对 这个空挡对他来说是足够的 南半球 季卓就拿到 还造成了大王的犯规应该是 这球王成林一直在移动 所以杨阳森也没有办法去很好的卡位 哇 三个人跳着抢 抢都很积极 小王今天四分 但是领到了 三次翻归 对 第二阶还有四分四十多秒 时间还挺长 好 是 比如说上海的最高高度 现在是阎梦菲 欧阳往里冲了一下 没好机会 走右侧 王丽泽再来跳投 这球怎么样 还是短了 王丽泽今天的命中率也很低 没有投进在这边 是 本场 本场比赛倾倒的得分 这个依赖 欧阳依赖的比较重 也主要是没有想到今天 你看目的 王丽泽这些都不准 王丽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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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球没有打进 对 有难度 而且没选择打板 选择直接挑 是 再找刘征 刘征节奏不错 分球颜泽 王丽泽 金康的炮头不定重 还是十分差距 宝威尔启动这一下快 那是回传这一下 好 没丢 这球没有投 对 还是继续传 传得不错 然后篮下 记住我打进了这一条 我仰森是能够在比赛场上长 准确地找到位置的 本来这场阵3.9次住 5-5 胡丁再转移 对 对上位老 有力量 顶开了人 这不太好打 这几次 其实在好耳朵 杨森的 触控成功率还挺高 五个人飘到外面 手提手 一看胡丁有机会 端上斤出手了 这就是 这个是长的 实际在人群当中 还没跳把球捡到了 对对 位置没有卡好 对 看看有没有鞋阀 杨森要不要选择攻 哎呦 底线转身吧 人带过来了 哎 这个球被盖下来了 杨森飞判断得非常的不错 刘忠再给 杨森飞 对 被转身 黄起来 对 打击 但是没攻击 杨森飞这球 本来攻击两分 有机会去面对杨森 完成一个不错的回合 但是 最后空篮没有上进 对 那杨森今天这个确实很积极 但是防守里边跳的确实比较多 记耗几利 而且被黄起来几次 杨森飞 他的身体对抗首先是不吃亏 再加上对球的判断非常到位 对 谢谢自己 8年 5月1号 好 1 John 3 100 2 5 4 2 3 7 三天回来 52比44 第二阶还有2分26分 直接给到篮下 两次发球的机会 李永泉他的这种无球跑位 其实对上海队的进攻空间来说 是一个非常好的牵扯 对 主要他经常只需要半个身位 对吧 靠力量就能把其他的事情给完成 是 可以把他打进 是 这边是 两个複数 两个複数 带号下了 换上了刘子鹏 全场王鲍威尔 传得不错 是 这头底脚 组长军好空位三分打劲了 这还是刘子鹏在 侧翼对抗之后倒地 造成局部的多打手 给雪布挡 直接传 刘子鹏这是反弹球传自己手里了 人过掉 控篮太干净了 对 抛投的距离稍微远了一点 咱们都自己拿到了 半场打到现在 现在上海队的两个主要的投篮命中率 和平时是不太一样的 这个整体投篮命中率不到40% 偏低 但是三分投资43% 投得很不错 是 刘忠 培根这几位 就是三分球命中度比较高 太挤了 还是先把球给出来 对 9秒钟 哦 小赵犯规 没有 鲍威尔 抢三分啊 这确实太自赠了这边 手感不错 而且鲍威尔的积极性 抢完三分球之后 回来自己到篮下再去 延误一下队上 造成犯规了最后 对 然后这个或者说也比较聪明 他这个看犯规次数到还没到伐篮 先把你停下来 最后一分半 对 这球放完之后两边放数都满了一个 哦 杨洁萌在上了 哦 杨洁萌在上了 下了杨洁 这边雪布也下场 今天之前刘导是用张嘉义去对培根 现在是让杨洁萌去对培根 看看效果怎么样 身高的话会矮一些 但是就要用贴身了 对吧 有脚步 好 看看这次两个人挡 没有换防 还是挤过 对 最后刘生出机会了 三分准啊 这些上海队三分球外线真是 平平开火 对 上海的阅读和解决问题做得不错 刘成本杰三分球三投三中 是 不要败味 轻松的接球 底线抖家了 对 传出来看怎么解决 哎 杨洁萌 头一个三分 两投三分的机会 还是没有打进篮本球的平价 对 人群里边 哇 还是前场球 是 我感觉杨洁萌现在待遇跟王正林有点像 大王他们两个今天都是三分球 三分球外被放空 但是都没有打进 好 球传出来 还在报外手里 哎 王瑞泽 特意 但是这球 空间没了 这位不好 对 底线突破的鞋房都很大 接二头 藏两分 还是没进 哇 但是进攻篮板又 险些又抢到 上海这边打快 欧洲布 一个很快的欧洲布 哎呀 再抢 还是没有了 篮板球 实在是 实在是能进攻 能 能抢啊 是 进攻前 连抢两个 哎 刘峥 上来没有打进 结果还是汉森拿到篮球 进攻篮板18比7啊 现在 对 感觉都最后一次进攻 现在是差十 对的 19比18 青岛队的后场 青岛队的后场两本球 是全联盟排第一的 对 青岛这个篮板挺有意思 进攻篮板排第17 还是选择三 哇 再进鲍威尔 加烧的出手 这球时间还有 最后出手能命中吗 没有 打在后方上 太吓人了 在耗这个 虽然可惜 57比50 凭借着鲍威尔之后的这个三分球呢 让青岛队在客场动战的情况下 是落后了7分 麦克 怎么点评上半场的比赛呢 上半场大家这个出状态 其实都出得比较早 然后上海队 短暂地打了一个非常好的开局 但是这个青岛队 马上反过劲来了 然后这个鲍威尔确实是 一直上海队 没有找到很好的办法限制他 刚才刚用了一些 突破进来了以后的夹击 对吧 这个我觉得要提早完 提早把工作做到位 对吧 不让他接球 或者说这个半场之前 让他把球交入先夹 对吧 他现在这个只需要一点点空间 就能把三分球投中 然后他受伤 和杨瀚森一起都不打那段时间 上海队拉开了这么一个优势 当时是十分多一些 现在一直还保持住 所以说呢 这个看看下半场比赛两个时候 这个会给我们贡献 怎么样精彩的表现吧 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 我们稍微休息 也来看下半场第三节的比赛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继续收看由咪咕视频和移动高清 为您带来的23-24赛季 CBA常规赛上海九市 在自己的主场迎战 青岛国境水展的比赛 我是今天的解说员王冠正 和我一起担当解说的是张兆训 许哥 这个下面场比赛 我们不是分析了吗 说这个鲍威尔今天状态非常的好 但是呢 相比之下能跟他有联系的 好像也只有杨瀚森了 这会不会对球队整体的进攻出现问题 因为你只靠两个人去迎比赛 有点太困难了 对 而且现在已经落后了 是攻防两端要求都很高 进攻的话 青岛这边这个高度依赖鲍威尔的表现 他下场的时候这段时间得分就很困难 就之前一直咬住 就那段时间一下拉开了一个十多分 现在将将追到剩七分 然后另外防守也是 这个好不是得了分以后 回来对上海的防守 如果作为青岛队的话 还是需要继续加强 然后上海这边基本上保持就好 这个大家状态打得很不错 是打团队 这个上海打的这个 今天的数据 上半场数据和他们典型的状态 不是太一样 这个平时 这个三分球出手数是联盟里边的第19名 命中数每场球8.9个 对吧 这个最后一名 然后但是今天三分球命中率很高 然后投篮的数量现在是不错的 然后但是篮下有一些该打球 该打进的球没有把它放进去 所以现在比分没有拉开特别多 是 大王今天是11中2 4分6篮本球 杨海森今天是11中3 7分8个篮本球 从命中率来看两人球 两人其实差不多 但是同时差不多的 还有这个培根跟鲍威尔 但是这两个人是 上场时间有一定的差距 但是从效率角度来讲 这个鲍威尔明显是更出色的一个 而且从队的大多数球权都集中在他的手里 而鲍威尔在上海队这边 还是以第六人的身份出展 替补 而且今天雪富带的这段时间也确实不错 队里面有三位队员都不上床 李鸿权 刘征跟培根 而青岛这边呢 是只有六位有得分 对 其中还有两个两分一个三分 是 想不让比赛开始 青岛开场打的这个战术还时间比较长 最后还是交给鲍威尔 对的 一五党餐 拉回来之后的跳投终于没有打进 李鸿权保护在篮板球 乌莱德索也是打一五党餐 创造出了空间传给队友 是李鸿权再来三分吗 没有打进 原来是打球直接运 一条龙先过来 对 不着急出球 擋完了以后空间并不大 突进来 直接抛投 打进了 打进 顶着这个王正林 这也是为数不多 鲍威尔能把球交出来的回合 是 然后也确实是 剩为数不多 其他队员抓住机会 对 刘正 这边也不急 还是大王给 博莱德索做手地手 对 博莱德索还是逼得比较紧 包夹 刘正面对了端王军 哎呦 跨步挑篮 但是自己抢到 没碰到篮筐 是 三到十了 下半场是让端王军首发了 听到对 这边也是尽量的限制 这是鲍威尔人和截球 但是错位了 现在是大房角 对 空间很小 对 空间很小 对 上篮打正了 这还算是一拉杠 对 空中做了一个调整 对的 对抗过后了 这个力气不足以扣篮了 但是这个换手挑进 没问题 张琳 王军犹豫了一下没投 对 布莱德索用这个倒猜之后 过人这一下是真快 哦好彰ld 小布倒定日离地 把就封给了 王军琳 点后之后张嘉义再出手 三分命中 下半场连打五分 张嘉义的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 这两个人对 是无意的 没断掉 多打扫 李洪泉也来抛头 没有命中 五篮打尽了 这样来看的话 杨森他护框低下不错 但是雪布跟李洪泉 都能够抢到进攻篮板球 对 青岛队这边 需要集体来守这个防守篮板 这是三分了李洪泉 这边也冲进过篮板 差了一点 保守篮板球20对20一样 对 提前挡 雪布空间不大 投进 打阵子 还是收刚好 对 就是侧面这个贴上来的防守 对他心理形成任何干扰 还是稳稳的把球投进 对 抱怨指挥 下面的横掩护 再挡出来 全部已经7分5个出攻了 杨汉森 传得不错 好球 No look pass 但是 对 这个是没有看到后面 这个来的王正林的防守 杨森这招可以啊 看上线 然后给到跟进的队友 对 单手 这个投上转球 指挥交通了 略gende 现在刘威值到 是抓紧时间跟这个 包围园布置一下 再发纵 现在分差是慢慢的往回追 对 被偷袭一下 对的 球没丢 有点太暴露了 对 还是这个后位防铺上绝不接球 让戴耗子打了 只能出手三分钟 对 篮板球怎么样 一起抢 抢到 后边冲起来 对抗之后 上篮这个球被撤掉了 这个肯定是能力很强的 这个球难度确实也不小 对抗在分 打王跟进的扣篮 2加1打的 杨恒生意图也很明确 这个就是不能让你扣进 对的 应该是两次发球 再来看一下 这个其实 对杨恒生要求很高 一个人防两人 大王今天是12投3中 杨恒生的命中率也不是特别的高 两人在数据方面其实也有点像 第一伐命中 第一伐命中 两伐中心 这无头掩护到底角去 王位泽 远投三分命中 终于投进了青岛城王 对 这个球对青岛来说是一个好的迹象 因为打了又打了战术 又不是主打的人得的分 漂亮 布莱泽佐 我印象里赛季初期 王位泽佐也有30分 好像还有更高的这个得分表现 是 今天确实手感不是特别好 手步也9分了 11中3 王位泽 再来 造成了三分犯规 连人头啊 这场比赛 上海都已经赔上三次三分球犯规了 两次对鲍威尔 一次对王位泽 也都吹的是李鸿泉 对 这又给上海出难题了 多了一个能得分 能进攻的这个活力点 是 在刚才第一球 短了一点 成岛队如果在鲍威尔跟杨森有问题发挥的情况之下 有再多的人能站出来 比赛还有个打 而上海队在第三阶也需要把自己进攻的多样性给开发出来 对 两队这个进攻和防守都有可以加工提升的空间 是 王位泽是三分二两中 大王拿球做轴 哇 这个追得很紧 但是还是接到了 创造出了空间 再往篮下走 哇 换手上来没有打件 大王 走 走 这跟鲍威尔森很像啊 没错 第一攻都还下来 但是你二十进攻都防不住 这个布莱特索和鲍威尔这个突破这一下 都是能撕裂防守 这个换手没有专在圈谷 但是鲍威尔这球也没有投键 上去掩护之后 来跳投的中组点 又回到了半场的每分优 比分的这个差距 起分 下过十一分了 大王防得很靠外 封了出去 是 出进来 出进来 大王防得很靠外 大王军 现在等到后边 大王这把没参与进攻 是 但是球尔打进 大王军也是一个 比较擅长跳跳的队伍 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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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一次三分 眼头也没进 对 不让鲍威尔接球 这边 大王抄断了 对 而且拿下来 对 一打二 没选择 前面一打一 对 想要机械上身体 但是这个动作比较大 好 这边培根准备上了 对 内线之点 并没有进行调整 然后王军林 半场之前的三四犯规 在这一节维持得也比较不错 起码还没有再多累积 获得犯规的麻烦 李宏泉那天的表现还是非常的出色 而且他这下季已经趋于稳定了 这一节双方的犯规控制的也是比较稳 过两次 这都已经半截过去了 没错 把球清倒12伐10了 这两队11伐7了 差得不多 终于低位有要到了 那是这个里边拳人员 球是谁想到 大王很拼啊 倒地的拼奖 王军林 前场球还有6秒进攻时间 颜色今天 在低位要的时候次数其实不多 没错 上场那次是被颜峰峰飞给防下了 6秒的进攻时间 解攻还是要交给鲍贝尔来解决了 对 然后是大家目前是拉开 上半个鞋房自己打 然后这个球给盖出去了 这是戴昊啊 戴昊这个身体轻盈啊 能跳 胳膊长 但是好像冒完之后自己有点不太舒服 怎么回事 再来看一下 这里头主要是身体没靠住 没有身体对抗 所以戴昊是后起跳 但是先到 对 镜头一直给的都是大家在空中的动作 脚下的话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好 这边青岛队的新外援马尔哥查格拉维奇要上了 卡拉维奇在这个国际上面的表现还是有的 在塞尔维亚和法国俱乐部都有过不错的表现 而且12年之后这个时间提过是转过3打3对吧 对的 所以这个外线技术应该是比较扎实 好 刘仲这球 哇 自己拿到了 篮板球 对 所以看得不够清楚 不知道是不是刚上来新外援有点愣神啊 这中间空了一个大空 因为梁安森是对到人的 对吧 这边直接漏了一个篮板的大的区域 刘仲已经14分了 还有5个篮板球 在球吹了刚刚的失误 对 盼了脱手 盼了脱手 好好好 代号还是 不是太舒服 下场应该休息一下 哎呦 这边看到了是脚踩上了 这落地的时候两个脚踩在了一起 对 希望代号没事啊 这刚刚打出来 五头端的犯规 有点生气 培根可能认为这个球 王立泽是故意的吗 冷静一下 在街舞队眼后出来的过程当中 是被绊到了 对 但是感觉争执 好像是和杨汉森发生的 看一下 这球最后是杨金萌跟的 然后 側翼的接触 好像王立泽也在行接路线上 是的 有点看一下回放 对 这两个球队 我们先来看一下回放 哦 是 踩到了 换到了王立泽其实是 对 这个培根意思说 你是不是有这个扩大 范围伸脚的这个动作 就是你知道我在身后走 但是你还是要过来这个 往后退这一步 好 咱们老师怎么要界定 要申请路线回放吧 对 我都说了这场比赛有点太平 就是怎么说太常规了 因为这两次球队 以往遇见都是一场不常规的常规战 是 然后这一节这个 比赛有追 比分有追进的时候 现在其实一点点又拉开了 对的 培根也是倒地了以后 第一时间就这个 发生了脾气就站了起来 然后 这个动作 这 不太好判定 因为这个这个球 王立泽可能是 就是他也清楚这个 培根可能是要出来接球 但毕竟是背对着球员 是 这个 反正万幸没有造成 比较不好的伤病 对的 正常犯规 对 应该还是给了一个普通的阻碍 发前场球 对的 就是这个吹法 应该是黑根的话 肯定心里边是有火气的 对的 接下来肯定想要表现一下 接下来肯定想要表现一下 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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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友 来上海队 上海队 候正来发这个边线球 倒是防 培根 这是完全放空往这里 培根再来顶着头三分 对 有点上头了 拿到 对 听到并没有很大的人数优势 还有一个人在后场 刚回来 看来会期是不是还没摸到球呢 我记得 黄军跳头没有打箭 杨汉森单手拨去球自己抢到 还是造成了犯规 其实这队伍有意思 4号位方面 查理拉位置 2.30身高 队长理工权 1.95 这身高差距还是有的 再来看 刚刚这球队长军没有打进 然后杨汉森拿到篮板 顺便做了一次贴地滑行 对 杨汉森有身高 有灵活性 如果积极抢经过篮板的话 这块也是很大的一个威胁 比赛来点大了 今天是9分 10个篮板 12中4 两把都没进 但是前场篮板都拿到了 这是一蹦出来的强篮板 再看底角 杨津森某 这是一防守项队员 查理拉位置拿到篮板球了 这是一前掌球啊 但是我刚才能说 也算是新外园上来之后的第一个贡献 卡莱维森在大江峰身材里面应该算是有点瘦的 对 纤细一点的 对 投得很坚决 投进了 青岛球王 手感在下半场朝着回来了 对 这个鲍贝尔不在场上的时候 大家这个更 投得这个更坚决一点 对 像刚刚杨津森 王瑞泽这都是有空的出手 培根上线 掩护 特意的鞋房来的 再给王哲联扣吧 漂亮 王哲联 其实这上海队打打开也是打杨洋森这个点 是 然后杨洋森普防到任何一个人 这个大王在下顺的时候都是有优势的 对 这就体现出差点来有几个作用 打得不是很明确 球还是交出来看看谁来倒 逆攻时间不多了 看下远头没有打键 对 狼门森王哲联拿到了 比较变相 抢头三分 对 感觉动作没有做完整 先出界了 应该是前场球 对的 因为这场比赛在第三节可能出现了一些争端 在上海队的主场也能感受到大家带来的热情 但是还是要冷静下来 打得不错 再传出来 好 这头吹了杨洋森的推人 好 抱威尔和赵嘉宜回来了 这边是李宏三下 上了大威 上海队 上海队 我觉得今天青岛这边目的这个状态 可能尤其要打决战时刻的话 不太会用它再上场 是 打来 尤其上海之后 也没有太多参与到进攻当中其实 培根 飘移的中斗 打进来半球 不给打破胜利了 外线刘争很准的今天 现在三分再去 继续进 这还是第三节 等于说四投三中了 应该是三分球 是 刘征又是靠哥人能力 已经到了十分 这边又是进入到了暂停 目前下几分榜当中呢 两人特队是第六和第七 目前下几分榜当中呢 两人特队是第六和第七 差距很强 身后的深圳是已经经历了三连败了 所以盘明慢慢往下滑 而广沙队现在也是上场比赛失利 都想争到前六其实 真的 这个多一个不必要的悬念 在后面要打附加赛的话 是 其实是不太好 今年的附加赛是三局两胜 三局两胜的话 这个还是有一定变数 前几赛就都是单败套派的 对 打到前八之后才是这个三最两胜 这个随机性更大 对对 第一鲍威尔逼得很简 出球 哇 其他人都是贴着防 都快防到中场了 是 乌安现在手里手 位置比较高 这球给到了 哇 杨森抛头 哇 这球没有打阵啊 这球半会儿其实给的就很不错了 是 这个有点像之前雪布给大王的那些传球 是 哎 这球 先给了犯规 这边应该是要换人了 双方犯规 双方犯规 是 培根应该和 对面的 青岛的水绞在了一起 对 杨森下 上欧阵线 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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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球是吹了进攻犯规 比赛从下半场开始尤其是第三节 其实这两边的争端是比较多的 所以对抗也越来越凶狠了 对的 开始双方犯规也来了 双方场我记得这个经常打完最后都没到罚球次数 刘萌知道跟刘薇知道 这个刘征不管防谁都是上身体 是 贴身防 对 给鲍威尔卡一边 但是鲍威尔还是突到中间 这球应该是自己没有 没有这个完成终结 他上篮那一下正好是把球挑出去了 出现了失误 第三点还有一分37秒钟 镇头给到戴浩了 戴浩是刚刚因为脚踩到了 对的 现在在场面活动 应该 希望问题不大 雷军 空间不大 是 刘子鹏 一本人晃起来 10秒钟 直接投 一个顶着头 三分没有打进 这个篮板球抢的也是挺艰难的 是 三分球下来队53投21种 今天53 两分球 三分球是26投10种 三分球是27投11种 三分球其实差不多 对 这个又逼到半场 对 还是包围 对 出球 给到了第一角 空位 三分再进 哇 王里泽在下半场真是火力全开 太厉害了 王里泽13分 三分球 七投三中了一下 差了一点 看球能不能出得来 看了犯规 就像上来这两个和波兰本球保护得还不错 对 小欧就是打球比较拼的这种 很积极 拿到 哦 应该是无意的 对 后队到了罚烂次数 直接上滑球线 抵法名状 双方的分差始终没有拉开 到十分就回来了 对 其实我感觉中间有几段 这个打高桥 这个上海队是打的是不错的 但是一看比分的话 还没有这个拉得很开 是 罗汉琛上了 在今天小楼第一次上场 对 今天给刘子鹏很多机会 现在说双方 三后卫在场上 三后卫 不好意思 还有培根 还是杨金萌就防 对 人很多 二加一打正了 培根今天无差别单吃了 曾老杰这几位队员 赵嘉义 杨金萌多不太能防到 对 今天是15分 7把3追光 对 还是前面说的 他这个上场时间不长 但是效率很高 而且作为替育队员 他上来之后就以得分为主嘛 没错 杨金萌已经释放了 再给王丽卓 现在威胁比较大 哎呦 对 罗汉琛判断的很提前很准时 再给培根 对 抵抗之后 对 空间不大 空间没有了 冲下来 这样的话第三节比赛结束 82比74 上海队是领先了8分走 第三节 一节当中是有一些小的起伏的 包括大家上了这个身体强度了以后 开始有了一些争执 而且主要你看这个 赵嘉义这场这一节发挥不错 然后王丽卓发挥的也是不错 所以青岛队一直能够把比分给稳住 但是目前来看 他们的第三号员 赛克拉维奇 以及第二号员 目的度不太能给球队提供太大的封注 所以还是得靠着鲍威尔跟王丽卓 以及赵嘉义这几位主力队员的得分 包括杨汉针 看一下鲍威尔第三节没有得分 抢两个篮板球 就是其他人得的分 对的 上海队针对性的防守 也确实给鲍威尔带来一定的困难 对 但是一定程度 这对于青岛来说不是个坏事情 就是前面这个两节都抱怨一个人得分 这个大家都 手就一点点就凉下来了 对吧 现在都热了 第四节在一起发挥 草莱命中率呢 43队39千岛队要领先 三分球到千岛队投的也是更多的两个 篮板方面呢 上海队领先9个 出攻数落后一个抢断多了4个 我们稍微休息来看第四节的比赛 对 这基地不太好给过去啊 转换2打2 对杠州上篮打进了 鲍威尔 好 第三节最后上的罗汉琛现在也是第四节 关键时刻也主打 这么给啊 还打进了 培根在三个人的围攻之中 接到球打成2加1到篮下 对 已经好几次了 而且培根现在得分突破的手 就用的这个突破手段越来越多 这个外线投的越来越少 这个青岛也需要调整一下对他的防守策略 是 而且培根他毕竟是一个高个的后位 来 过去的大球 小蓝队 现在场上是黄瑞泽 杨金萌 报位 张家义和欧敬炫 对 来 黄瑞泽 对 没有打进 也是比较难 起好这边还是想给杨瀚森一点休息时间 看培根这球如果打进的话 就可能10分以上了 谈到外线 头3分没有命中 蓝板球 梆飞拿到了 直接摆到对手手里 篮板球49比38 下一个领先11个 滔头没进 自投自抢 篮板球 人群当中球给谁 还是拨出来 这是一个篮板球 其实可以拿一下是没问题的 真难啊 赵嘉义对抗之后上篮 这个轮流空中有人跳起来来封盖 这个比赛要太大开大合了 是的 但是也能感觉到双方对篮板球这种 关键数据的保护 也就是趁着刘子房的犯规 赵嘉义今天的效率算是比较高的了 对 六投四中 他是 今天没有太多的有球进攻 他大部分整个这些生涯当中 其实无投进攻的比例要更多一点 你想打到现在这个主打的球员 他才六次出手 第二阀也没进 这种高强度对抗之下 其实上篮游战 保证篮游战 命中率还是挺难的 这边又给了犯规 上篮游战 这个难度对抗之下 есть 也是 可以 两个掩护 底线的鞋房倒是有点慢 这种鞋房运轩已经过来了 培根还是都把球打进 对 这个底线的鞋房 没有把底线卡死 倒得太晚了 给了他一个通道 这个通道并不大 但是培根就需要这点空间 20投8投 20分了 快快 接球出来 咱们球没有打进来了 就是想造个犯规 但是这个如果没吹的话 这个就显得比较尴尬 对 队纲之后抛头没有打进 对 同样回来 已经连续几个回合 青岛都没有抓住反击的机会 是 离得比较近接球 但是空间全拉开了 没有人来协防 来鞋房飞 鞋房对战 对抗之后高爽 没有打进 那把球王里泽拿到 对抗之后 杨洋森上 还有9分15秒 提醒一下队友 还有19秒 等于说 3秒之中要过前场 对的 刘泽鹏刚才也是立马招呼 说到过来 全场过来防一下 杨洋森上了 对 加击一下 快出球 没丢 杨洋森还是先把球稳住了 王里泽一看出 应该有机会 都跨过空起来 对对 跨起来最后这个力量差了一点 对的 鞋身房 培根 过调 哇 好抽 这个回合 培根跟杨津森两个人之间有一些口角 在打进之后 这球其实培根是一直微笑 他跟杨津森说 就是有点带点吵醒的意味在 对 因为这个培根一直对前面那个 第3节的规乏 觉得可能是不满意 对的 小两个 这个球 过来要打进 然后呢两个人之间是 对着喷了两队 这个球场上非常正常啊 有点火气很正常 是 大家把这个力量都放在打球上 是 大家把这个力量都放在打球上 对着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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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谢谢 在这些事先确定 带您回来 今天延崩飞已经拿到13个篮板球了 全场最高的一位 对着喷了 培根的个人进攻也是今天 完全给我们展现出来了 作为一位 风鬼扬摆人啊 是 现在他的这个 进攻欲望 还有这个状态 都是处于比较不错的一个情况 是 然后刘鹏之道也是放他一直在场上 包夹保卫 逼得出球 没有直接发动 球交给队友手里 也没有给杨汉森 还是下挡 时间不多了呀 这只能一打一了最后 王立泽撤回来 跳动三分再进 惨神啊 青岛球王 明目续传 比如说上下半场 他的三分球命中率 判入了两人 16分啊 那上半场是不就两分 我记得 打球啊 第一节是两分 热开了以后就量不下来了 哎 哎 一下过两人 不 还是失误了 但是对培养当中的后卫来说 其实出现一些失误是正常的 是的 对培养当中啊 到了第四节双方 上了防守强度 这个得分都没有很轻松 本场抢断7比6啊 看来 刚刚五五开 防守强度 防守强度 很紧 空间不大 13秒 交给队友再拿回来 哇 也是把上海这边晃起来了 是 对 大空位的机会 对 还有篮板 哎 鲍威尔一看空了 三分进了 对 感觉好久没有投过这么空的篮了 是 但是不得不说鲍威尔 稍微点一下 这上海队今天不得不防 是的 36分了 3分球11中7 9个篮板 对 对 对 这下海队这段时间到的 民众率有点下降 刘泽萌连续的掏头失误 他在第四节已经连续平常两次失误了 对 犯规了 是 失误了以后回来也是比较着急 想把球赶紧停下来 对的 把小罗跟大卫给换下了 那这套阵容其实提升了高度 在后卫现场提升了高度 然后内建的就是这个 杨蓬菲 李鸿权 到防杨宁萌 王毅泽 上次站挂养护 护到篮架 对抗上篮没有打进 培根保护架篮板 王毅泽萌 王毅泽 还是杨金萌去跟 对 杨金萌这回归了以后把球抢下来了 这个球你看 刘织导也是给予极大的鼓励 主要这是当着面这样的话 对于杨金萌跟刚刚很生气的刘维指导来说 是一次好的防守回合了 他比赛就是这样 你攻我一个我防你一个很正常吧 他比赛就是这样 我这两个人在空中激了一下掌 我这把培根换下 是小扑上 6分47秒 看看 回来德索一上来的状态怎么样 鲍威尔肯定是 这段时间肯定要绝对利用他来主打了 挑战王哲林 还是没有打去 这王里泽 鲍威尔轮番 轰内线都没有打成 刘征 再分 好球 大王吃点多手 对 青岛的这个落位回位找人慢了一步 只能是一个人补另外一个最后露了大王这个点 是的 这个如果比赛一直这样打下去的话 上一队获胜的干率是非常大的 因为现在其实川芳的这个攻防都是有一扎没一扎的 好球 这是到篮架当中犯规了 这回是通过五球的警方 鲍威尔没有吃就在手 分拆始终拉不开也追不上 是 这个比分打到现在双方 除了第二节鲍威尔受伤下场 然后杨爱森也休息那段时间 让上海打了一个比较长的高潮 其他情况大家都是忽悠输赢 对 这一节上海队犯规数是比较多的 报表已经是两双的数据了 比拔没劲 上海已经犯规犯满 青岛是两次犯规 第二阀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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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任可以拿久 对 扣着防御学步 来接到 马上就挡 这个战术完成度非常高 大王到篮下 再拿两次 对 对 青岛对中路的保护是需要加强的 因为杨汉森不可能每时每刻都站在中间 而且上海队刚才这次回合当中 两次掩护做得非常的好 是 又是同样的一个传球方法 篮下有机会看到了 王热泽直接打进 王热泽也是有球 无球可以切换的球员 而且空切的意识比较不错 对的 现在是7分的分担 拉回来刘仲去持球 对 就是和大王挡 然后其实你看对内线的保护 我觉得还是有点慢 这场之后抛头没有打进 王热泽自己再拿下 选步分球上线 没有给李鸿泉这一筹 也没有吹罚 这还是给出来了 刘仲三分没进 刘仲又拿到篮板球了 对 没有人能抢得 顶得住他的篮板现在 内线 这是刘仲青给作霖掩护 对 对对于青岛队来说 在一个急需要追分的时间 连续给对方进攻篮板 对 对 这篮板球丢了一段太可惜了 篮板球丢的话 你就要用更多的进攻成功率来弥补 到我打进了 又是杨仲森高位的侧影 是 鲍威奔着得10分40分就去了 我跪着杨仲森他得45加在那里球 是的 他现在是30 38了应该是 39分 39分 段杨军举根 血步 走掩护 对过俩人自己上篮 打阵了 节奏的变化真好 感觉之后要倒停了 对 布莱德索 这个利用挡拆之后的 这个压坚 第一步的爆发力这个速度真的是快 是而且他在阅读防守当中呢 算是最有经验的那一刻了 有关的分差 红贯战马 更受年轻人喜欢的中国能量意料 斗志当然 放马来战 骑身快 喝战马 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有能量 当然战马 CBA联赛官方赞助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这是青岛队过未来五轮比赛 要打浙江愁州 广州龙石 山西文九 还要打宁波和北控 也都是强敌 上海队之后赛程也很难 打北京 然后打新疆 天津 深圳 两场新疆 然后之后还有两场深圳 没错 今天篮板球58个 青岛队是44个 而且他们抢了28个前场篮板 太夸张了 王绿泽接演户之后 选择3分 在这球 大罗分得很靠位 对的 大罗分上来了 篮板球丢了 小嘉宜看得比较不错 但是没传到 是 雪布判断到了 可以转换 胯下之后撤回 机会不会变好 没有好机会 但时间也要很多 这都给了段庄军的犯规 雪布这个动作 每次胯步的速率非常快 这是代号 这脚踝看来还是 平常比赛可能很难回归了呀 他这个5分是在很短时间里面拿到的 本来有机会连续三场得分上双的 协防抛加 踩到踩脚 有军 大空位的三分打圈 两位数 对 又是遇到佳琪防守 把问题解决了 上海队现在距离本赛季 他们的第六 六连胜越来越震了 鲍威尔再给赵嘉义 大家都有点犹豫 这个人是旁开的最后来不及 把球拿起来做动作 是 合球时间有点早 大王判断都判断得不错 反击再拿两分 这个比赛可能要发掉了呀 在最后 连拿了五分之后 上海队打了5比0回来 对 这两个回合 对双方的士气是此笑彼长 影响很大 在这个时候 血步就是一个展现了自己的 防守 又是产乱 进攻端又助攻低脚的李洪拳 回头再上篮两分打击 太全面了 这个球员 让他这个犯规 然后鲍威尔直接站上阀就这样 差一分 得分40 哇 两阀没进 错失了就是机会 是 哦 雪步 然后之后直接出机会要投 哇 两半球拿下了 哎 有的时候这个球场的非常长 对 青岛队 这个还是在继续丢这个自己的防守篮板 对 青岛队 换人了 哎 把陈万芳也拿上了 战就主 看一看 刘维维知道 这个其实换下人的时间比较早 就是时间按照里打 倒还有的一打 看看其他这些球员在场上的表现怎么样先 是 大王 有脚步 蓝下 最后还是给了投篮反归 反归 对 大王面对欧俊宣打得很坚决 是 十二队今天抢了二十 应该是三十个前掌篮板球 青岛队抢了十四个 两队的后掌篮板是差不多的 今天这个制胜的法宝就是前掌篮板球 对 多出来的那么多进攻的机会 是 而且今天青岛阶段性的遇到了一些得分的困难 是 场均青岛是一百零二点六分 然后现在还不到九十 大王今天是十五分八个篮板球 哇 雪布还是打得很有机器 是 又是王绿泽 哇 空间 空间本来不大自己给转出来了 对抗到篮下 这个球还是被王正林给防下 好 那这样的话比赛也都失去拳架了 大王要自己投一下 王正林试试三分 再给一个前掌篮板 刘舟 好 给出来 放空了 是三分 哎呦 可惜没命中 还有篮板球 哇 这是掉到眼前了 再拿不到就不合适了 终于 大王军 对 他也来跳逃命中了 这位是上海队的暂停 比赛时间还有一分三十二分 对了 对了 这位是上海队的暂停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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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刘组长还是很着急的 但是可能因为主力的体力有关系吧 我觉得换下来还是比较少 两分四十七秒 当时也差不多这个分差 是 对了 但是确实是之前几个会合 士气被打得有点低落 但是从时间来说的话 当时是来得及的 一半 三二三 大王十五分 三级封盖 三级封盖 今天大王十五分九个两半球 三级封盖 三级封盖 杨晓森是9分 10个篮板一次封盖 两个人反正可能从数据上都没有打出自己赛季里边最好的状态 确实他俩队上位的话会花很多精力在限制对手上 所以这个得分难度会比平时要提升不少 那两位今天的防守还是都很好 这球直接被抢断了 回来之后两个犯规 在场上的这些年轻的球员还是打得很拼的 是 老板老师也是回看一下看看刘洪权是不是有多余的冲撞动作 而比赛打到这个时间大家打得很拼是正常的 但是这个刘洪他们比赛打完也很重要 对 还是得看刚才这次接触 我觉得力量比较大 然后这个手肯定是犯规动作冲过去断球 在卡的人身前了 对的 是 李洪权这个肌肉块确实是大一串 正常犯规 反正这样的话上海队即将迎来自己的六连胜 那这应该是暂时抛了良心的五连胜应该是排在第一位了 说明今年这个赛程大家都安排的一个是水平可能相近一些 在一个悬殊的球队的没有连着排 是 大家都是难一点的就容易一点的交替而打 这边青岛拿到一个前上了 是 梁洪权在出球之后已经没有这个五连胜了 然后现在上海队六连胜也是全联盟最高的 对 是不是看看这会儿给外援找出状态没时间了 哎 这胜队刘强也封盖了最后 对 因为知道他没有别的选项了 最后表上时间到了 对 投一下 给卡卡拉威其实来到这边的第一场比赛 现在来一下马卫啊 这么难打 这个球还是 梁洪权先跳的 先跳的 对 因为他实在是知道他没有别的可干了 最后到点 好球 这还是有默契 刘强比赛 是 刘强进内心了 这个表上时间其实就无表的时间其实走得很快的 是 对 让外援练一练 第一位打一打看看状态怎么样 造成犯规 对 李洪权在 这个 他的力量是非常强强大的 所以说很多 第一位想去早点想利用身高优势的话 其实不是太好的 大王也下了 对 李洪权在 好看 偏了有点多 对 哎呦 眼睛通红 这是眼圈也被打了一下 肯定是受影响 受得挺大 第二阀 阀阱 三眼淚 这个是 大王也下了 比较大了 多重 今天上海这边超过15分的 有1 2 3 4 5个人 超过15分 就是得分上所有的都做15 那给了杨津萌 突破右手 这时候也给了犯罪 对 在场上的球员还是打得很拼的 对的 这个比赛已经没有悬念 但是每一个回合还是都很珍惜 这个球员呢 除了要克服场上的困难 这个在主阁场赛制浪生最大的魅力就是 来自于场馆天时地利和人和 这个球员呢 除了要克服场上的困难 这场球已经比分上已经没什么悬念了 这个 对 发出来这次应该是复工了 还是把球带过半场的 这样的话比赛都不打了 106比94 让我们恭喜上海九市 12分的分差战胜了千道国界水产 这也是两周球队本赛季三次交手当中 第一次由上海队带自己的主场取胜 上海队在上海队主场的交手还是要制度的